您今天的三方当事人 是父母带着儿子一起来的 父亲李先生 儿子小李 我们先了解一下各自的诉求 儿子今天呀 三十二了 十九啊 卢命 每天呀 是醉汹汹的 下午五六点钟 这就出去了 十二点一点就在大街上 东倒西晃 大喊小叫的 我想让他离开这个家 断绝我们之间的父子关系 不是让他改这些问题 而是让他冲去 不停劝 因为他三十二了 可以独立生活了 我们父母现在改变不了他 妈妈王女士 你的诉求和父亲的诉求一样吗 我觉得让他出去不是办法 那不是父母做的 我觉得那样太狠心了 要儿子挣作起来 不要突飞 现在脑子里就是喝酒 他的生活一团糟 应该寻求解决办法 过上正常人生活 好 让小李说一下你的诉求 我的诉求就是 希望家里边和睦 大妈提出来的问题 你自己认可吗 认可 家里边不融洽 所以 还出现了你身上的问题 没有温暖 那这个问题 你们夫妻两个人 我们也试图在改 改什么 对他说话的这个语气 在生活上 对他多关心 确实也改变了 但是他喝酒的问题 依然存在 对 因为儿子酗酒不求上进 而且屡教不改 老李先生要把儿子赶出家门 还扬言要断绝父子关系 父子矛盾如此激烈 王女士一方面希望儿子改正错误 另一方面反对丈夫把儿子赶出门 对此 老李先生解释说 他这么做 实属无奈 儿子酗酒带来的麻烦事 一串接着一串 儿子从来也不长记性 几乎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喝酒首先要伤害自己身体 喝了酒的呀 就是把嘴也碰破 还有把胳膊也碰得到处都是流血不止 因为喝酒 喝酒 最严重有一次喝醉酒 骑着自行车了 把自行车那个前圈后圈都摔扁了 小腿又骨折了 打了石膏之后又输一 输了有一个星期十来天 每次说你看自己身体受到影响 单位工作上不受影响 家里边爸爸妈妈也很着急的 他的反应是 当时也知道 但是吃个三五天 又恢复了 又不自控了 确实出现过喝酒以后 受伤很多 怎么会到那个程度啊 就是在家里边 不敢面对他们 所以出去也是逃避 找谁呢 朋友 发小或者同学 那个喝的时候是不会控制自己的 是吗 比如 来酒喝着两三杯 如果还是 借着酒劲再喝吧 控制不了 为什么没有想要控制的这个想法 其个别一两次做到过 坚持不了 对 喝多了 就晚上不回家 早上回去 他们也 也不交流 刚开始还问去哪儿了 后来就不问了 为什么会这样 帮你失败 不是不关心他 失望了 没办法 因为他说的话我都不相信 管不了他就别管他 再关就是争吵 每次啊 他都是 不管是遇到大场合还是小场合 都是他自个儿 不回 就是去哪儿我买单 到哪儿我也是买单 有钱就自己出 没有钱 借 你们怎么知道 他是去借钱喝这个酒 借钱的同事给我打电话 你儿子怎么又 又喝酒了 又这么花钱 他还是付的钱 别人告诉你们老是他买单 他花钱 他花钱 这样的消费 一次大概要花掉多少钱 照这也是三二百 多的我觉得就是 一两千两三千了 他的收入支撑不了 他经常出现这样的消费是吗 不足以 儿子醉生梦死 成天泡在酒桌上 醉酒摔了胳膊 仍然照喝不卧 没钱喝酒 借人家的钱 也是老李先生收拾残局 只要儿子一出门 老李先生夫妻俩就提心吊胆 老李先生解释说 摔了胳膊和借钱喝酒 这还不算是最大的麻烦 最让他头疼的事情是 儿子喝醉了酒 开着电动车回家 好几次把路人给撞了 我记得是最严重的有两次 性行李还有就是意识模糊 那一次也是中午喝的酒 回去的路上过红绿灯的时候 突然一晃就装上去 感觉就迷了一样 回家也不敢说 也是通过我姐夫转告的吧 让他们来说 对 这次有好好地说一说了吗 五六天表现得相当好 也正常回家了 我说这孩子变好了 结果没有吃过一个星期 就继续又喝酒了 那第二次呢 第二次是19年 跟同学们 以及同事们在一块儿喝酒之后 同事们也阻拦他 说你喝酒了 很严重的 最后也出了五六万 当时也是中午喝酒 同学吧 朋友 当时确实是喝梦了 也不管旁人怎么劝你 那时都已经忘了 人家说劝我 但是没印象 后来 当时可能有一时 我感觉到前面 有一辆电动车 撞到人家 其实好像不是太严重吧 后来人家见我喝酒 就人家带着这个 不放 也赔了不少钱 这也是最后一次 再不出这个问题了 喝酒没有接到 但是没有出关了 爸爸心里的第一反应 是我没法管了 我不知道你心里 是什么状况 也有负担 也焦虑 这会造成你和父母之间的关系 也不敢给他们说 基本上回家很少沟通 他给我们也没有沟通 回家 也不在家吃饭 到家也不说话 走的时候也不坑 儿子小李 今年三十二岁 大学毕业后 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 王女士说 这个家对儿子来说 就像是一个旅馆 儿子和他们平日里 难得能说上两句话 感情沟通就更无从谈起 喝酒对于儿子来说 才是大事 眼看着儿子每天烂醉如泥 精神颓废 王女士想了一个办法 他四处打听 替儿子物色对象 寄希望于帮儿子早日成家 这样或许能结束 他目前的生活状态 都说你儿子那么大了 有好多 现在大姑娘 给你介绍吧 见了面以后 按说你见面 回去回到家来 互相男女对方聊一聊 人家往家走了 他分开了 他就喝酒走了 喝酒这个问题 有影响到他 影响到了 他喝酒走了 人家女孩给他联系 他一喝醉了 他还能回应啊 这以后多少 见得多了 就都不成 就没有后续了 就没有后续了 相亲就是 因为本身自己 也不善于沟通 很直男吧 也不会甜言蜜语 妈妈会觉得 是喝酒影响的 谈恋爱坚持不下去 不是因为喝酒 坚持不下去 第一家里边不和母 谈好了 人家来家里边 也成不了 第二就是自己负担也重 让别人知道了 也成不了 所以就干脆就 不继续 这个压力是指 负债 这钱的不都是你爸妈 替你还的吗 因为除了这两三件事 还有两件事 家里边有些事不知道 儿子小李此言一出 让老李先生夫妻俩心里一惊 除了酗酒惹出来的麻烦事 儿子小李究竟还隐瞒了他们什么事情呢 债务一说又从何而来 儿子小李在现场爆料 他现在急需解决的问题 是身上背负着沉重的债务 这些欠项的债务还是跟喝酒有关 也是喝酒 也是赔款很多 好几万 但是没给家里边说 借外边同事或者朋友的钱 怎么还呢 刚开始自己还 就他们也催得不紧 慢慢还 我催得紧了就借到社会上的钱 高利贷吧 每个月只还着利息 负担不了本金 你的收入只够用来还利息 对 所以现在欠了多少 有十万 这个是指所有的全部加起来 对 所有的 包括朋友们的 对 这个事情 他们是今天才知道吗 没说过 还怕他们着急 那今天选择说出来是为什么 因为现在就是压得自己 晚上睡不好 做噩梦 有时候凌晨就容易惊醒 压力如此巨大的时候 还会去喝酒吗 会 第一发现 也不给别人说 就是自己 躲避 明白 就是借酒交仇吗 对 今天说出来 是希望他们做什么 希望就是家里边 还有一套房子吗 希望他们就是 用房子也不是卖房子 就是抵押个贷款 是帮你还钱 对 对 我现在帮不了他 在没有听他说这十万之前 我要把他 断绝我这个父子关系 让他出去租房子 我养活不了他了 现在压力 一样的自己 都不想活了 有过这种念头 但是也想过正常的生活 但是现在压力压得 卖不出去那一步 我不相信他 不相信 一次也不相信他了 每次事业 每次承诺 都不对想 2018年 逼得他没办法了 家里边不敢回 单位也不敢上班了 我说多少钱啊 我说你把名单列出来 我看看到底都是谁 一看十三万 当时很吃惊啊 因为当时看到他 忍不忍鬼不鬼的 心里边毕竟是孩子嘛 心肠软了一下 替他换了十三万 这个十三万刚才我没有说 那这加起来得花了 花 二十五万左右 老李先生解释说 儿子喝酒频频出事 屡教不敢 他原本早就不想管了 可每一次都经不住 妻子的劝说 出一次事就得掏一回钱 家里的积蓄 几乎都花光了 现如今 儿子又打起了 家里房产的主意 他是断然不会答应的 我没有办法啊 我是一个母亲啊 我儿子比我要重要 我就是把家产全部散尽 他要能正常了 我也愿意 哪怕有那么 一切希望 我也愿意 王女士和老李先生 都在现场动情流泪 可怜天下父母心 眼看着儿子不争气 父亲老李先生 狠心要将儿子赶出门 母亲王女士 极力反对 他认为 儿子目前的状态 跟他们夫妻俩不无关系 因为他们夫妻俩工作繁忙 儿子小李很小的时候 就被寄养在别人家里 直到上学 才接到身边 儿子 儿子 感谢观看